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光琴 今天我们有请当事人邀请一位非常特殊的人士 他的名字如雷贯耳 我想我们等一下再做介绍 高国航高老师你好 好光琴你好 是高老师 在维基百科里面 高国华他怎么介绍呢 1956年1月23号出生 台湾补教名师 高国华文理补习班前负责人 现任高大 应该是高大师牛肉面创办人 现在这个牛肉面还在吗 还在 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英语学系 父亲是国画家高逸宏 这是对您简短的介绍 本来我们邀请您 主要是谈这个最近您还有一个新闻 本来就是说这个维基百科差一点 要把你列入另外一个职称 就是可能是台北市市长你参选人 后来在半天内就急转弯了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这个来龙去脉 好 因为现在台湾的老百姓的分 这种一般的那种接谈相议的论 这个这个谈话中啊就已经发现了 太多的老百姓都觉得台湾怎么了 是不是生病了 为什么这个政党现在执政以后 这个是讲民主吗 还是民进党做主 然后军工教警 他该得到他一生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他花了很大 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很多的时间 他去投入这个军工教的 就是那种高普考 才签下的契约 能够为这个国家卖力了三十年 效力三十年 结果他们每个月都有扣钱 那这个钱应该是属于他的 但他们全部被剥夺了 我几乎看到所有 因为我的家长全部都是军工教警 很多很多人 比较正多数 对大部分人都是觉得 我为什么要为这种执政者 效力卖命了 所以很多的老师啊 一到戒林 他就马上赶快退休了 当然这个我看在眼中就觉得 这个国家可能是生病了 然后你一直砍人家 你就一直自肥自己 然后去打击一击 然后我没有看过 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看过一个 什么党产会之类的 那你把人家全部抄家灭族 弄光了 让你能够永久执政吗 老百姓不是白痴 老百姓不是笨蛋 你吃相这么难看 你每一个人 像吴英灵 这种连财报都看不懂的人 他怎么可以 当一个这么重要的台北 农产运销的总经理 那太多太多是这种人 都是所以国父以前说 政治是一种分赃制度 已经不是为财适用了 我觉得 一定要有人站出来 一定要有人站出来 那如果没有人站出来的话 我本来以为是蒋万安 因为他有奖家的血统 他很可能登高医护化 大家一定会支持他 但是等啊等啊 我们知道蓝营的人都是很想那个位置 可是却不敢讲 然后退退拉拉的脱脱 一直好戏逮捧 好戏逮捧 逮捧逮捧 一直在那边演 那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像朱立仁去年 那一年当要选总统的时候 就是逮捧脱捧啊 脱来脱去 结果最后最好的时机已经浪费掉了 所以我觉得 现在政治人物啊 就是充满了算计 不把全民老百姓的福祉当真正的自己毕生 应该要去追求的 那我出来参选人家说 你懂军事吗 你懂国防吗 你懂的财政啊经济啊 我说我不懂 可是我懂老百姓的心 我知道老百姓想要做什么 真的想要的是什么 我们一个从政者 一定要明包物语的胸怀啊 去帮助这些老百姓啊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啊 你一个官邸需要 需要重建一亿多元吗 你每一个人都是在分赃制度 所有的 这个只要一上来 所有的能换的全部换掉了 连这个农会余会 这是票选的 他也可以把它全部变成官派的 所以有太多的现象 我们常常在吃饭的时候 跟人家聊 跟好朋友聊天啊 大家没有一个人看 看得过去 包括绿党的 是 其实高老师 一旦参选 虽然没有成真 在台北市长这一页 可是您标榜是政治素人 所以刚刚以上是一个政治素人 平常就在困扰你的一些乱象 可以这么说 那酝酿多久 你本来那个决定 是酝酿多久才跟媒体讲说 我要选 我们目前不管说 后来老妈妈出来干预 你当初是花什么样的 花多少时间 然后是什么样 您刚刚有讲到原因嘛 这个酝酿期 你在思考什么 为什么选择台北市长 因为这个事情也是发生的蛮偶然的 我早就有这种 这种subconsciously的 这种潜意识的一种intention 我是想真的是来出来做点事 可是自己因为也曾经 曾经犯过错 在感情上犯错 那自己坐晕才无数 但是就是因为自己的一点错 人家否定也全部的好 我觉得很寒心啊 那我补习班 我创造了六七千个 建宗北云学高材生 那连续15年 有14个榜首 那都出在我们的班上 那我一直对着教育 有非常的关爱 和一种执着 我很喜欢来改善 台湾的一个真正的教育 因为陈安没有落定以前 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孩子的教育 真的 他在那个黄金时期 如果你错过的话 他这辈子 大概后面要走的路 就完全就被注定了 所以你想站出来 do something 对不对 所以选择台北市市长 这个战场 当初有没有盘算 因为你不想像 一般政治人员去拨算盘 对不对 刚刚听你讲 但是你有没有盘算说 这些台北市市长 参与人多啊 有没有考虑过 没有办法胜选的 这个可能性 当初 我做一件事情 我从来不会去想 想到负面 失败面 我想我一定会赢 我一定会赢 confidence will make my dream come true 就是你满腹信心 可能会让你的梦想成真 对 就是直到而行 对不对 当初有这个想法 后来母亲96岁高龄了 那可以意味着 母亲之下 耳聪慕名啊 对不对 对 还这么清楚 也关心儿子 他为什么反对呢 其实 台湾人都知道 老百姓都知道 我要参选的时候 所以我妈是最后一个知道 真的 走在路上 人家说 你儿子要参选台北上 什么事 回来把我痛骂一顿 他现在行走得宜 行走如意啊 这么健壮啊 对 然后声音很大 声音很大 对 所以他精气神都很好 为什么不敢告诉他呢 因为 从小 又曾提讯讯 就是 你们千万不要别 你们小孩子都没有一个人可以碰政治 因为我们书香世家嘛 我爸爸是一个国画大师 我妈妈是一个台北 那时候是北视专的一个教授 那么他们都很胆小 那只要说 啊 你看 那我发生了补教人生 天天上报的时候 然后我 曾经 因为圣交法 入狱四百多天 我妈妈都逐不出户耶 妈妈 对 她觉得 好像全世界人都在指指点点她 那时候呢 包括这遗传到我的兄弟姐妹 都每一个人 几乎都不敢认我耶 最好都改名字 高什么华 她都改成别的名字 你家是高什么华 高什么华 好像是怕人家认出来 那你看 曾经因为你的一个不好 就否定你的好 那我对台湾教育的贡献 我创造出很多很多的高材生 那这些高材生 在我的一个对教育的执着和理念 还有一种方法下 他们真的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能够考到最好学校 别人不说 我讲一个现在新北市的候选人 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 是我好朋友 那她女儿本来也没有前三志愿 就在最后两个月 来参加一个冲刺班 死马当活马医 最后硬上了北宜女 那我常常一直觉得 教育只是一个门槛嘛 看你跨得进去跨不进去嘛 你一直说大观园很好看 一直在旁边的楼花里面这样偷看 你永远进不去 大观园有什么用呢 你必须要跨进去 哇原来大观园是这么的漂亮啊 所以我说那教育的门槛也是一样 今天有一个学生 如果完全不念书 你给他说好 教育 教育部可以把你教育局 可以让你升到建宗去 但是你不要跟别人讲 就是进去 我告诉你 在那个氛围里面 在这么多人 大家都在都在念书 我告诉你 在建宗我27岁就进建宗了 27岁 大概是全建宗最年轻的老师 因为大概都一定要在 这个学校历练很久很久 有个机会才能够进去 但是我27岁 因为我父亲也过世了 我一个人就毛遂自建 去见当时的校长李大祥 那李大祥 哇有一个英文老师缺 居然有五六十个 那那个年代就这么多真的 对有这么五六十个老师 那每个人都有推荐函 那凭这本事啦 对 那我一个人 那校长在各方摆不平的状况下 就觉得 这年轻人我说校长 我将会让建宗完全不一样 我喜欢 我虽然喜欢雪中送炭 但是锦上添花我更厉害 你意思说建宗已经很好了 你可以在锦上添花更好 对那我27岁时候就 因为之前嘛 就先让你教到高一 我把学生的成绩带到非常好 全校第一 那全高一的那个班级的老师 联名希望我能够教高二 然后我29岁就教高三了 然后那个四年全部都教高三 天啊我说我何德何能啊 高三的那些老师 全部都是非常资深的老师耶 而且每一个都是大概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老师 他们才有资格教耶 那我怎么能够教呢 所以我就发明了一个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其实那是我在大安国中任教 我毕业的时候 大安国中任教就发明了一个 练习真振完美 好爱因斯坦说 expert is nothing but a trained dog 专家只不过是一个训练有处的狗 真的我体验出来 我大三那年就体验出来了 大三我们在 我在选修教育心理学的时候 结果这个再适应一个白老鼠 大家在走迷宫 我们用airplane view这样看下去 我们就故意去 这四大夜市买最香的咸酥鸡啊 就在上面萦绕 那个那个那个白老鼠啊 desperately就是想吃到那个 那个咸酥鸡 但是他必须要撞个馒头包 最后第一次45分钟 跑出来 那教授说 来 再把它抓回来 第二次 又很香的在上面萦绕 第二次32分钟 第三次 这个叫事物学习啊 第三次20分钟 您算一下这个数字啊 45 32 20 第四次8分钟 哇 第五次3分钟 哇 第六次 他完全没有碰壁的就出来了 哇 45比1 白老鼠都可以这样 白老鼠都可以这样子 那人 为什么不能这样子 王建民曾经受过参访的时候 说 我投出在大联盟的投手球上面 我投出的这一个球 代表 我有十万次的经验 我才能投出那个内脚球 我不会乱砸那些 畜生 畜生球 他是 他是投出的这种经验 任何人都是练习的 是 所以高老师 您讲到说27岁 靠自己 因为父亲 当手赫赫有名 蒋经国还是他的学生 对 所以 但是父亲找事 所以您靠你的自己的才能 您进到这个建中 是台湾高中里面第一学府 然后你很快的 你又教到高三了 那升学挂帅嘛 你一定要交出一个成绩单 这些东西一定是老母 当时的您的寡母 看在眼里应该是觉得安慰的 可是高老师 我很直接 后来您的感情世界 包括您入狱 这一次 不敢告诉他 应该是说 我不能再第三次下我的老母了 对他会对不起 所以 因为可能基于一些这种心理的负担 所以母亲很快就说服你了吗 当时候那个场面是 劝你不要选择 母亲开口了 他一开口 我立刻宣布退学 所以没有多久 他下午两点钟的时候 出去巷口洗头 哦恭喜啊 哇将来你儿子当市长 什么什么市长 发生什么事情 对发生什么事 他回来就把我痛骂一顿 那我那时候还要在家里 我在家里一直在躲记者 然后我家下面的电影都会烧坏了 一直按一直按 他们都知道那栋栏箱馆 那我真的只是躲在家里面 所以从宣布参选 到退选 全部我都在一个人在家里 顾军奋斗 我觉得 被我妈妈这么一讲 她直接你看96岁上来 语重心肠说 国华 真是真的不要碰 真的 你看 你出来还没有被骂得够吗 这么多人从补教人生 你这么做晕才 还教这么多的好学生 结果就是因为感情问题 你看 虽然 一切化成乌有了 对一切化为乌有 对好 高老师 你容许我进一段广告 好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这个话题还没有结束 好 等下高老师在我们节目中 会有重大的宣誓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邀请的是 补教名师 高国华 高老师 我也不能免俗 用补教名师 其实高老师的人生相当戏剧化 那我们如果真的要个头衔的话 就是补教名师 希望高老师不用介意 那刚刚聊到就是说 媒体当然听到看到 而且真的发觉 高老师您又要重出江湖了 而这个江湖选择的地盘 却是想要插足政治的时候 那真的是高度的新闻性 可是剧情急转直下 就是六个钟头左右的时间 因为老母一句话 你就退了 大家就讲说 哎 这怎么这个是开玩笑 还是怎么样 还是要博版面 但是高老师 你有预期到 你的这个宣布 一直到你中间有个转折 又要退了 一些网民 一些媒体 一些这种外人 一定会对你酸言酸语语的 听到蛮多了吧 当然 还是决定退了 因为我觉得 台湾看笑话的人都很多 他从来不会认为你会 认真做件事 你不会认真 你这个人一定是博版面 太久没上了 是不是 上这个新闻了 是不是 你要去博一段版面 我真的 跟所有的市民说 我 我出来 是真的是为台湾的人民 我看过太多的可怜人 然后我最不平的 我自己也是算教嘛 军功较紧 这些人我们当初就签约 而且都是 都是毕业以后 我们是拿公费的 所以必须要交四年 才能去转行变成别的 但是我也莫名其妙 就进了四大英语系 四大英语系 我觉得进了那个环境以后 才是我真正人生 想学英文的开始 真的看到全部 全班六十一个人 五十三个女生 全部都是 你从北到南 都是第一职员毕业的 连中山女高都没有 都北一 新竹女中 台中女中 台南女中 高雄女中 全部家 全部的人的英文 都是这么棒 那我只是 在大一的时候 我是国文系的 我去参加了一个 英文朗诵比赛 英诗朗诵比赛 居然一个国文系一年级的 就能够变成第一名 Shall I compare thee for summer's day thee是古文 对 对 我也是外文系的 对 结果呢 莫名其妙 我就去听那个图书馆 那个Richard Burden 李察波顿是莎士比亚 全是他的诗最棒的一个人 一个导演员 所以 他就 我就听一听 哇 原来 原来英诗朗诵 不是像中文朗诵 这么慷慨激扬啊 出国啊 还我和山 对 但每一个人都 都是用那种慷慨激扬啊 结果用的是Richard Burden 那种 Shall I compare thee for summer's day 哇 下面的那个都是老歪的评审啊 这个人真的厉害啊 怎么可以学到一模一样 对 然后就 而且是这么优美的 对 对 虎师词 对不对 对 那就是做了一点功课 因为 我说实在 一本年那时候的英文程度都不好 英文程度都不好 我第一年 只考24分 重考第二年 才考六几分 所以高老师 这事都是过往 你就掉入这个时光隧道了 那我们刚接续的就是说 你后来又到南门市场去 那个不叫败票了 那个是去答谢了 就是说 纵使这个很瞬间的参选退选 可是你接受到非常多热烈的支持 所以南门市场应该算你大本营嘛 你那天又返回南门市场 是为了感谢这么短暂的一个 对你的一个期望 所以你在市场还唱一曲 这个台北的天空 等等 那如果我刚私下跟你聊的 我的会议没有错的话 你还没有放弃这个政治梦想 所以我刚刚已经跟听众朋友宣布了 高国华今天来露营 他有个很重大的任务 而且想借着我们节目 你也会有一个重大的宣誓 现在这个重大宣誓是什么 你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因为我妈妈 你看到96岁 我都60出头了 她都非常非常 每天都关心一个小孩 所以我说真的是 我每天坐在她楼上 那她就国华 吃过饭没有 国华什么什么 国华什么什么 国华你不要 不要出去应酬 不要去喝酒 她怕你再出事 对 她怕我再出事 所以每天就是苦口婆心的 一直这样讲 结果我就跟我妈妈很诚恳的说 那我什么都不能做的话 就是一个乖宝宝的 每天待在家里面 我说我必须想做一点事可以吗 然后这时候子萱就跟妈妈对话 子萱说我一向支持国华要做的事 她想做什么我都赞成 都双手赞成 我说妈妈你就让她 你就当她是一个小孩子 小孩子不是说我的志向 我的抱负 我想当什么 她现在想当个总统 那你为什么 所以台北市长是您通往2020 想要参选总统一个暖身赛 可以这样讲吗 你打算参选2020的总统大选吗 好 凡事不遇则非 没有做well prepared 一定是没有办法成功的 那说能够参选台北市长 也就是上个礼拜 我跟了一些企业人士 他们就是一个好朋友 参选 蔡上基老师也在旁边 蔡上基老师 对 那还有主播萧一芬 因为我上了她节目很多 那她也被主人受邀 然后就在那时候 我就在 在 期间 我就讲了一些我的教育理念 所以你说来说去 不管参选是哪一个职务 你还是 由教育 一定是从教育出发 一个国家如果 会失败的话 教育真的是 要从根就起 教育是最重要 教育是百年大计 你不能说今天 台湾已经向下沉沦 然后再改教育 已经来不及了 那个至少是二十年以后 才看到的结果 所以它为什么叫百年大计 所以一个国家要强国 必须要从教育开始 你看我们以前的教育 有的 礼乐 色域 输出 然后那种讲伦理 讲道德 现在哪个人在讲伦理 讲道德啊 然后教育里面 我们 从小就 我是中国人 我 哇 中国人的骄傲 我 曾几何时 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家休以讲 我是中国人了 那我请问马祖不是中国人吗 那你怎么每天在拜呢 观音 观公 每个人大家都在拜 那他们 你又要去中国话 然后你很多生活的东西 全部都是跟中国息息相关 怎么能够这么数点望足 只不过隔一个台湾海峡 是不是要有人 所以我说 我如果 因为我看了太多的这种现象 我看不过去的时候 我想做一些事 可是那个理念 老师 你忘记 你选市长 你应该是选总统 才应该讲这些话吧 是朋友在旁边 对 提到 所以你认真了 对 老师 你顶多做个教育局长吧 教育局长 能改变 改变一个 一个 全台湾的教育吗 不行啊 那我后来就 就觉得 干脆 因为 我在四百多天里面 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 就在入狱的这四百多天 包括孙子兵法 有很多事情 也真是歪打正着 真的 你这个intention 你必须要让人家知道 你不要那个 邮报琵琶办 遮灭 你就说你心里想的 意图是什么 我真的想意图 因为我觉得 where there is a well there is a way 有那意志力 就有那个道路 所以高老师 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 台北市长 您宣布参选 然后又很迅速退选 这一次 您在我们这个公共平台 宣布说 您下一个路 是打算宣布参选 你已经宣布了 2020的总统 你这次是认真的吗 我不能免述 也要问你 就是是认真的吗 你有仔细想过吗 我知道 梦想 人皆有梦 有梦 足梦踏实 足梦踏实 你 我很记得 胡适之的一句话 拟命而死 不墨而生 你既然是 有这个能力 那有人说 当一个总统 要懂很多 我说不用 我只要用人为才 雷根总统懂很多吗 他只会演戏 可是他把总统的角色 扮演得非常好 今天你不能说 当一个执政者 到处什么事情 都要一把抓 什么分赃制度 都要是跟你有关的人 太难看了 所以 很多家长 然后为什么 我常常去台湾市场买 他们都拱我出来选市场 因为我这次去 去答谢他们 也不是谢票 我答谢他们的支持 我说这次很抱歉 让你们失望了 不过如果有机会 我将再起的时候 请大家都还能够支持我 好 对 这是高国华 他为他的自己的人生 有一个新的 而且有梦想远大的一个计划 就是参选2020的总统 那我们此刻为止 这是一个 他第一手的一个宣布 我们休息一下金融广告 我们再来探讨 高国华的戏剧人生 马上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崩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 抢先爆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 邀请的是高国华 高老师 他刚在节目中 已经宣布了他投入 即将投入2020年的 这个总统大选 这是他初步的一个计划 高老师 其实我们认识蛮早的 是 那时候帮郑志龙写书 他那本书叫做 告别轻狂 告别轻狂 对 当时候去找高老师 有一段议员可能 有一般的听众朋友 不太清楚 就是当时有双塔 一个朱志青 一个郑志龙 对 其实都是高国华老师 学生 十来岁的时候 他们高老师 把他们两个 接到家里面去 然后供他们住 然后尤其是 把他们养得非常高大 这个高老师 也谈一下那一段经历 后来郑志龙也从政了嘛 对不对 你们人生没有什么一定的 没有什么不可能 对不对 对对对 那那段时间因为 我在放牛班教到一个学生 叫曾志龙 他那时候国一 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篮球 但是我们大安国中 在下课的时候 都会站在那个楼上 向下俯瞰 篮球队在很 在很风光的 在那边练球的那种样子 那时候 朱志鑫也是其中的医员 已经长到183公分 哇 国二 国二就180几公分 对 国二 已经开始打篮球了 国一身 国二就已经这么高了 是 那郑志龙 那时候才158公分 哈哈哈哈 他好高哦 超那么多 对 然后我 我老师我也想打篮球 嗯 那我这个人有个触击啊 就是常常看到 这个人 可能未来是一个 somebody的时候 我很容易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他 他会是一个人物 嗯 因为他手长小 小长啊 嗯 那个手都超过乞丐啊 啊 对 然后他手 那棋人的像耶 对 手超过乞丐 然后他说他想打 我就去找 大安国中的篮球教练 嗯 蔡教练 我就跟他说 这个小孩 是我们烧饭间老 老郑 他是在烧饭间服务嘛 的老郑的孙子 外 外孙 他们住在那个国宅里面 那个市场 是 行为市场 行为市场的国宅里面 对 那我就到他 那 他跟 他的外祖父相依为命 是是是 然后 但是姓郑 嗯 他外祖父也姓郑 然后我就到他家里去看 哇 天哪 嗯 早饭中饭晚饭都吃 稀饭都俘乳 嗯 嗯 也养不到 那这个 这个对一个正在发育的小孩来说 怎么长得高 嗯 是绝对长不高的 所以 我说 呃 我就跟老郑说 可不可以 啊 容我 来帮你照顾这个小孩 那 因为他很想打篮球 那我去跟蔡教练讲一下 蔡教练就讲了 回 回 回绝我三次 他说国二才 158 太矮了 嗯 我们这边全部都170以上了 嗯 嗯 国二 才 还不会打篮球太晚了 嗯 太矮了 太晚了 就注定一个小孩 好像永远不能打篮球一样 嗯 但是我不灰心啊 嗯 我说 呃 蔡教练 我看在同事的份上 嗯 你可不可以让他 就当捡球的 嗯 好 嗯 让他能够进去 结果蔡教练 我一起来就说 好吧 就让他进来练练看吧 嗯 好 捡捡球哦 但是你跟他说 你不是正式的哦 你只是一个捡球的 嗯 好 那阿龙那时候就非常高兴了 嗯 那 我又跟他祖父说 那 可不可以把这小孩 我再 我来帮他照顾一下 我让他迅速长高 嗯 然后呢 他就住到我家来了 嗯 然后我每天晚上在上课嘛 嗯 但是我都给他篮球功课 因为我是四大运系 我在 嗯 我是四大唯一 不是体育系的校队 嗯 因为我篮球打得 自己打篮球 我篮球打得非常好 嗯 而且三分线很准 嗯 然后 郑志龙那时候 每次碰到篮球都想投篮 我前面八个月不准他投篮 嗯 前面 你前面三个月就到 我家对面的四大篮球 那个 没有夜间照明啊 就在那个梅渣地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 数尾龙跑道 梅渣地上运球 你必须要把他压低 嗯 好 离力三十公分 嗯 你才不会球会乱跑 嗯 所以 前三个月 你绝对不要够用左手 全部用右手 嗯 然后快速前进 嗯 然后 有基本功 对 基本功 嗯 然后 我每天下课就去 就就去看他的训练成果 嗯 结果哇 真的好厉害哦 嗯 他真的就这样练出来 有天分 对 有天分 那你喂他吃什么 我喂他吃 哈哈 我我说 所以他以前有个红牛奶粉管 天天喝当水喝 哈哈哈哈 他他做代言人吗 嗯 那就是我跟他讲的 就喝牛奶 喝牛奶 当水喝 大量喝 这个有用 味全的那种 那种纸盒包装的那种大大大瓶 他一天要喝六六个 一一天喝那个大瓶的 六个 不小的哦 是大的 六大罐 纸盒包对 纸盒包的那种牛奶 对 然后吃牛排 吃牛排 我就去那个卖给西餐厅那种 那种贸易商啊 嗯 去买那牛排 嗯 纽西兰菲利 嗯 我就说 不要去油 嗯 好 我要他多吃一点油 嗯 全部 嗯 切成 每一个 每一个大概是十六十几盎司 多大 他每天要吃两块 这么长的 哇 郭老师比就是 大概说 真的是 对 对 大概 牛的 牛的某一个部分啊 已经是一个面积 大概牛的某一个部分 卸下来那种大小 所以他在发育的这一年半 嗯 几乎全部跟牛有关 包括 牛奶 我做牛肉面给他吃 牛肉面 对 他每天都要吃两大碗 那时候我开牛肉面或牛排馆 没有没有 没有 后来牛肉面 牛肉面是我 主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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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就在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 好 那个球季啊 突飞猛进 到升高 升果山的时候 他已经变成先发五虎 这样 多高多高 他158长到192 192 虽然192中间是188啦 嗯 那中间四公分是到高中时候才长的 那那个不是在我这边长的 高老师 你不过是长一个知名度比较高的政治龙 对不对 就有一段渊源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名不见经传在您的这个教育之下面 成就的这些年轻学生其实是守在街友 可是您的补教人生 补教事业 辉煌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在金华路段在和平东路上 谁都指的那个看板高国华的那个英语补习班对不对 对 后来因为您跟陈子玄的这样一个感情世界一夕之间 嗯 几乎化为乌有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时候你面临到的危机 那过什么生活啊 天天这个新闻在报 然后饼嘴在讲 嗯 那那时候走在路上哦 本来走在路上十个人只有一个认识的我 嗯 大概是家长或学生 嗯 哎高老师哦 嗯 可是那那补教人生那一连串发生嗯 这么曝光这么厉害 嗯 那十个人大概有九个都认识 哪一个家里 那个是外国人 哈哈哈哈 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跟高老师来谈他人生 如果这个跌入谷底的时候 他怎么面对 呃 怎么样力求翻身 这个很重要 是 人生是非常长的 是 对 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好 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刚刚跟高国华老师聊到 就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新闻风暴嘛 嗯 你刚刚讲说 十个 里面本来只有一个认识你 都是家长啊 嗯 什么的 后来十个有九个 嗯 一个不认识你就是外国人 哈哈 全国皆知啊 嗯 那时候日子怎么过啊 嗯 所以我觉得 人也是从 流泪中坚强起来嘛 嗯 那从犯错中才知道 什么是嗯 什么什么人对你最好 嗯嗯 那你就知道 呃 我 我历经了 这个 这么惨痛的一个经验 嗯 我就学到人生的一个真谛啊 嗯 所有的风雨都要自己来挡 嗯 所有的痛苦都要自己藏 嗯 你只在哪里跌倒就要哪里站起来 嗯 好你不怕人家又在泼粪啊 我说我如果要出来的话 我一定先往自己身上泼粪 嗯 好 人非圣贤 俗能无过 嗯嗯 哪一个人不会拿鸡 嗯 那我是 我是 我是在这样讲 那最后的结果 我路遇四百多天 你看 已经破北京记录 怎么会有一个人能够每天来看你 嗯 你说子权 对 不离不弃 啊 每天啊 在我人生最没有钱的时候 嗯 最惨的时候 嗯 她却对我 这个 这么 这么不离不弃 我觉得 这个女人 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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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真爱 然后我在人生最不得以后 她不断的鼓励我 嗯 好 嗯 那我觉得 这次 这次能够有勇气出来参选 那我后面一定有一个很 很很有力量的推手 嗯 能够让我勇于站出来 其实我们刘云板很多人说 嗯 嗯 同意呃 高老师呃 做一个决定出来搞教育 嗯 另外就是说 你已经有一个那么漂亮的太太 还有一个女儿 子权的女儿哦 很正 嗯 她说对你很羡慕啦 好 就是我们看到几通留言 所以高老师 嗯 你人生万万没想到 有一天你会入狱吧 入狱四百天 那个日子 对高个我来讲 对任何一个人来讲 都很难熬吧 是我人生最大的羞辱 嗯 但是 这个 我可以跟所有的观众讲 因为我 对天可表 嗯 我完全是一个像普通 入股市的一个普通老百姓 可是就因为买多一点被黑道锁定 嗯 然后就天天到我补习班来闹 嗯 然后恐吓炸财 嗯 然后先要拿现金多少 你要不然才下得了车 否则你完蛋了 包了一大堆壁子 嗯 结果前后给你洗三温暖洗三次 嗯 我光那 我光那个也 也是 哇脱了好几身皮啊 我才解决这个事情 因为大家把你当肥羊 那时候不教业坐到辉房的时候 你自负了啊 对 我从来没有害人的心啊 是 我甚至 一个家当我给他 他的小孩 就他他在保来证券 嗯 小孩考上建宗 他说刚好说我来谢谢你 嗯 他其实已经接受一个 这个 那家公司的一个委托 要把这家公司的这个股票拉上去 嗯 结果就是被他变成了一个 嗯 一个不用 负退庸的一个肥羊啊 嗯 那我这个人又鼓到乐场 我所有的医生好朋友 牙医师我都跟他说 真的 赶快 啊 偷偷告诉你 嗯 我好心有好报 你看做教育 能够把学生教这么好 你看家长通通给我回报 嗯 结果我没想到这么惨 是 高老师 对 对你来讲 你的人生应该是利空出尽了 怎么说呢 因为最近有一些你的新闻 譬如说你 房子 本来是高达上亿元的楼上楼下的房子哦 拍卖了 拍卖是为了要真的 嗯 比较 依承诺去把那个先前的那个赡养费把它付完嘛 嗯嗯 好 这房子经过几拍 后来已经拍卖成功了 嗯 所以这个赡养费的部分也解决了 嗯 好 就算是 呃 判刑入狱也出来了 我跟你讲 拍卖其实是我 我前妻何庭芳 嗯 他买的 啊 是我们达成协议 是你的原配 对 何庭芳买的 所以我的人生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一个 我非常对他非常感 在你的人生阶段性里面 对 真的也是你后面的推手 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 好 对 这是很好的一个示范 而且呃 在您呃 现在的婚姻生活里面也很对的人 嗯 然后你们生活也很美满 而且你对于 紫玄他的女儿也事如己出 是 他也考到名校了 对 对 这些点点滴滴 其实你同时发生很多新闻了 又是嗯 其实高老师你们发现 嗯 你这个不管参不参选 你最近的新闻还是不断了 哈 嗯 但是可以看到你的人生满 往这个正正正正面倒向去 正向去 嗯 我希望给所有人正面的能量 而不教育有有复苏吗 嗯 你们现在的落脚是深圳 在深圳 在深圳 对 有一个学校 嗯 当老师的老师 当老师的老师 哦就是培育 私自培训 啊 私自培训 那你看到你在你原先的这个专业领域上 又有一个复苏 哈 这个相当好 那最后一点时间 高老师 你有二十九 二十九秒的时间 你是不是有一段那个要朗诵 你找出来了吗 二九 就是你昨天 昨天晚上您连夜写的 对 我昨天晚上连夜写的时候 说 高老师直接念 时间不多了 好 如果你的好 就像一颗糖吃了就没了 如果你的不好 就像脸上的一道疤痕永远留着 嗯 好 这就是人性啊 人生都是这样 那如果有人因为你的一点不好 能够包含你全部的好 那就好好珍惜这个人吧 嗯 那大部分的人 那大部分的人世俗 全部都是因为你的一点不好 否定你全部的好 这就是人生 嗯 这就是人生 嗯 所以我说哪一个人不是一面流泪 一面成长 是 哪个人不是一面跌倒一面变得很坚强 嗯 他就是一种成长 嗯 所以我们教育 啊 大家看笑话也好 或什么 但是 我一直说 啊 你的伟大的梦想 总有一天会实现 嗯 只要你做好 well prepared 嗯 好 太好了 嗯 刚好是我也做个结论嘛 谁的人生不是对对错错 对 谁的人生里面没有坑坑巴巴 是 人生是我们自己过 闲言闲语就让他人去说 对 好吗 好 今天非常感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谢谢 好 接下来请收听联网产线报告 由Danny主持的音乐123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123